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重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申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 不能扭坏 不能惦慕 不能衰残 为你们传留在天上的基业 《彼得前书》一章三四节 唐雅女士和她的丈夫 由于做生意的缘故 很多年前就由苏联移居中国 他们是经营茶叶的 辛辛苦苦 终于就发了答 之后就决定要回到苏联 在苏联这个地方继续他们的茶叶 正当他们的事业开始兴盛的时候 史太林就开始清算那些资本家 唐雅的爸爸就被一个神秘的警察 带到去另一间房那里 就用枪射穿了他的蕾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 唐雅的兄弟姊妹和她的丈夫都被杀了 她在两年之内丧失了所有的亲人 唐雅激历了这么大的打击 就患上了抑鬱症 唐雅自幼就有犹太正教的背景 但是她对宗教一直都没什么兴趣 她没有了爸爸 没有了丈夫 没有了兄弟姊妹之后 她很努力的工作 希望忙碌的生活来减轻她生活的痛苦 她自我奋斗的努力 真是好像没有白费 她个人的努力 为她打入了教育界和外交圈里面 但是她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小的那些 她家庭所经验的一切痛苦 她真是没办法去承受 她无法接受她家人这个惨死的结局 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有一天街上有人递了一张 基督教报道会的传单给她 她就去了听这个报道会 她又接受了耶稣 她接受了耶稣之后 她整个人都快乐了很多 但是很奇怪 她还是有一些东西她没有把握得到 总是有一个结 为什么一个这么慈爱的上帝 会容量那些人去惨死的呢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 还有人死了的情况 到底是会怎样的呢 有一天 当她经过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时候 她就见到有一大幅的广告 写着说圣经生生命之道 又是一个报道会 于是她就决定去听一下 她每一晚都去赴会 有一晚牧师就说到 耶稣就快要復临了 那晚散了会之后 唐亚就去到牧师的面前 和牧师说 牧师我今晚真是深受感动 接着呢 她就拿出了她家人的相 给牧师看 她还告诉牧师听 她家人的惨死故事 她说 本来我很悲伤的 但是现在我有个盼望 我有个盼望 将来耶稣福林的时候 我可以再见到他们 于是她就渐渐不再伤心了 唐亚她就盼望将来 基督福林的时候 那些接受救恩的人 是会复活得回她的生命 而死亡原来不是结局来的 没多久有一天 耶稣是会从天上面 架云降临 天上面会有闪电 地会震动 而那些接受了救恩 就算是睡了觉的基督徒 他们都会醒回 他们就会和那些活着见主的人 是带着荣耀的身体 在空中和耶稣相遇 想请问 你有没有在死亡当中 丧失过任何的亲人 丈夫 太太 子女 爸爸或者妈妈 朋友或者同事 如果有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一定要知道 当耶稣福林的时候 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 所带来的真实的盼望 你说有什么喜乐 是可以和自己 那些已经死去 我们很爱他的人 可以重聚 有什么喜乐可以相比呢 任何其他的事 都不能够和这种喜乐相比的 我是希望 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愿上帝赐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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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上帝赐福给你